他是西北黑岛第一人 曾被捕后 成功越狱 手榴弹袭警 身负十一条人命 被毒枭奉为座上兵 他就是魏振海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几乎没有人不熟悉这个名字 就连当时势力遍布全国的黑岛老大 见了魏振海 也都要敬让三分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今天回应就跟大家聊聊 汉匪魏振海的故事 魏振海出生于西安到北 这里曾是西安治安最差的地方 经常有案件发生 因此到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被西安人视为魏徒 也正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魏振海 从小就不学好 小学开始 他就经常跟人打架斗殴 到了中学 年仅十六岁的魏振海 就犯下了重罪 他因翻墙出去看电影 与门卫大也发生的争吵 就这样 生性残忍的魏振海 居然连砍了老人七刀 导致老人重伤 但在当时因为魏振海未成年 最终他只被判了五年 监狱的生活并没有让他醒悟 他不但没有改掉自己的恶习 反而还变得更加的凶惨 1985年6月 刚刚出狱的魏振海 就纠集了育友实施盗窃 他们在西宁火车站的商场 盗窃了价值四万的东崇夏草后 为了避风头 就逃到了河南取昌 之后在家饭店内 跟人发生了冲突 魏振海当场就下了杀手 打死了一人 随后在逃跑的过程中 心狠手辣的魏振海 更是将自己的同伙 推下了悬崖 自己独吞了偷来的价值 四万元的东崇夏草 在往后的日子里 魏振海就同道北的 其他犯罪分子 勾结在了一起 心狠手辣的魏振海 也成了这伙人的首领 他们连续作案多起 将皆财物 购买将之 还连续杀害了近十人 其作案手法 极为凶残 毫无人性 魏振海不仅对受害者凶残 对自己人也是一样 为了试验刚买来的手箱 他甚至瞄准自己的同伙 来试箱 作案时 如果看到自己的同伙 露出胆怯的样子 他就会毫不犹豫的 按下杀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魏振海在道场的名气 越来越大 加上他天性残暴 当地各路的黑道分子 对他也是马首是瞻 甚至势力遍布 全国的黑道老大 对他也要敬让三分 连续云南避难的时候 也更是让当地的大毒枭 奉其为座上宾 此时的他可谓是风头十足 这也使得他在黑暗的路上 越走越远 1986年10月20日 魏振海身穿警服 冒充公安 来到了西安市 小寨东路的某家属院 奖走了3.6万元 并对女主人连同20多刀 将其毙命 同一时间 女主人的孕妇 好有钱来串门 也被魏振海一枪打死 就在公安机关 展开侦破的同时 魏振海又在西安澎湖区 陶家东相 打上了两兄妹 并在逃离市 向周围人群开箱 他是西安市自建国以来 第一个敢当机持枪杀人的罪犯 两个月后 魏振海又在北交抗底站 杀了三人 并将尸体尽情分吃 一个人能够作恶到这种地步 已经没有了人性 此时的魏振海 在西安人的眼中 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甚至在当地 还流行着一个说辞 谁家的小孩子要是不听话 大人就会对他说 再闹就让魏振海来抓你 魏振海不仅心狠手辣 他还十分狡猾 作案多起 却又反复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为了将凶残的魏振海绳之以法 西安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装案组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 他们觉得 如果光在外围摸牌调查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 他们就挑选出了一名年轻的刑警 决定让他打入魏振海的内部做卧底 再经过了半年的卧底侦查 这名刑警得知的魏振海 将于西巴路与上德路交叉口召集人马 参与打架斗殴 并将消息第一时间传回了装案组 装案组当即决定 利用这个机会抓捕魏振海 1987年6月30日 在警方的重重包围之下 魏振海被抓捕归案 他在被捕后 得知了卧底的身份 当即就对他放出了狠话 等着 出来以后 灭了你全家 正当警方在为抓获魏振海 欢呼雀跃时 一个扎心的消息传来 1988年3月28日凌晨 魏振海成功越狱 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魏振海在被抓捕归案后 就得到了监狱的高度重视 警方为了防止他自杀 就把他的手脚全部靠上了 并叫来了两名轻刑犯 负责给他喂饭 一天 武警战士在对魏振海的监设 进行例行检查时 隔壁的犯人突然发生了斗殴 战士闻声前去制止 一位刚入伍不久的新展示 在慌乱之中 不小心就把带进来的钳子 掉在了地上 魏振海看到后 一把就将钳子拖到了身后 并拴在了捆绑他的布条上 后来战士发现钳子丢失 里里外外 挖底三尺 都没能找到 随后 魏振海就让两名御友 跟他一起逃跑 并承诺出去后 给他们一百万 于是 两名御友就用钳子 帮魏振海打开了手铐和铐链 然后两人当人踢 魏振海踩着他们 用钳子把窗户上的铁棍掰断后 三人就这样 趁着夜色成功的越狱了 警方在得知 魏振海越狱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成立了 击捕指挥部 并上报公安部 实施了全国通缉 在警方强力的击捕过程中 当时和他一起越狱的 两个同伙 都被一一的抓捕归案了 但魏振海就跟 人间蒸发的一样 了无音信 这让负责卧底的刑警压力重重 不得不带着家人躲避了起来 案子一直没破 并且也没有一点线索 这也让西安的市民 陷入了恐慌之中 在晚上十点以后 街道上就变得很少有人走动 西安市民人人都躲在家中 就怕遇到魏振海 1989年11月25日 魏振海在销声匿迹的整整20个月后 再一次的出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这次他抢劫的当时 西巴鲁新城坊的一个个体烟饭 把人杀死后 抢走了13.8万元险金 警方在得到消息 到达现场后 魏振海居然直接用手榴弹进行还击 当场炸死了两名民警 在混乱之中再一次的逃脱了警方的追捕 之后便继续开始连续作案 甚至在每次作案之后都会留下一个活口 让他们给警方带话 告诉他们 我就是魏振海 这样的行为完全就是挑战西安警方 然而西安警方也知道 魏振海只要还在外面一日 市民就会多一份危险 就这样 警方几乎出动了所有警力 来排查整个西安市 而魏振海也仿佛下定了决心 要和警方斗争到底 依然还在持续作案 1990年1月29日 长乐坊派出所接到报案 一名当地住户称 自家的玻璃被人用枪打烂了 警方在到达现场后 通过弹痕痕迹的调查 发现了这颗子弹 居然是魏振海的枪激发出来的 最后警方便锁定的射击位置 当场就实施了抓捕 可是当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 魏振海并不在场 只抓到了魏振海的一名同伙 后来据这名同伙交代 他在合夺后玩枪 不小心走火了 然后就打到了对面的居民楼 但是这件事 魏振海并不知情 警方在了解完事情经过后 随即就在其家中做好了布供 等待着魏振海的出现 1990年1月30日晚上 毫不知情的魏振海回到家中 当他看到家里的警察时 当即就掏出了枪 抵在了一名警察的胸口上 并抠下了扳机 结果手枪突然卡壳了 并没有激发出来 这时的警察一拥而上 配合着父亲埋伏的武警战士 一举拿下了魏振海 魏振海在被抓后 从审问到他被执行死刑前 都一直咬死 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甚至在认罪书上 只写了五个字 我没有杀人 他也成为了我国唯一一个 没有在认罪书上面签字 就被执行死刑的罪犯 1990年3月30日 年仅27岁的魏振海 被执行了死刑 而在死刑前 他仰天大笑 随着一声枪响 历时三年 突动千余名警力 参与追捕的案件 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之后 警方在对魏振海的枪 进行试枪时 发现那枚子弹 并不是一枚臭弹 是可以正常击发的 或许魏振海的落网 就是冥冥之中的天翼吧 人之将死 其死也善 鸟之将亡其名也被 鸟兽和普通人的恶人 都知道如此 但是这个汉匪 却一点都不知悔改 可见 他的确是人类中的一个败类 都说人性本善 只要后天教育得当 就可以变成好人 但是魏振海 估计是一个另类 可能他是真正的人性本恶吧 但是不管他如何狡辩 法律是公正的 老百姓的眼睛是血亮的 因此还是那句话 法王辉辉 书而不漏 我是回应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